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中抽样分配的观念 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推论统计中的统计量 由未知的母体之中抽出样本 我们利用这个样本去来找出一些特征 来推断母体的特性 也就是母体参数的特性 母体的特征我们叫做参数 那么我们如果说是从样本中抽出来的 我们就称为统计量 统计量本身来说它就是一个随机变数 为何要这样说呢 是因为这一次抽的跟上一次抽的跟下一次抽的都未必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出来说它有它的分配 那么如果说这个分配就是我们所称的叫做抽样分配 那这个抽样分配 它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参数是样本数这是很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举三个常常用到的抽样分配 X bar就是我们的样本平均数 它的几率分配就升为样本平均数的抽样分配 这个非常常用 这个也是很常用的 这叫做p hat p hat是什么呢 是样本比例 样本比例的抽样分配 我们去估计母体的比例 这叫做样本比例 p hat 那么它的几率分配就是样本比例的抽样分配 那么样本变异数 这个也很重要 s平方 这是样本变异数 它的几率分配 就是样本变异数的抽样分配 这三个一般来说 都是非常常用的 也就是我们的话呢 在统计学里面的话呢 都是都最喜欢研究的这个 这就是三种类型的部分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抽样分配的标准差 我们都习惯叫做标准的物 标准的物跟标准差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标准差跟标准物的来说的话 那个抽样分配的 我们才叫做标准物 一般的母体的部分 我们就称为标准差 那么在后面 我们会只有一个简单的 这个例子来做解释 现在我们来看看 x bar的抽样分配 这个是跟数字有关的 因为既然是抽样 抽样的数目我们称为 抽样的样本数 假设大小是叫做n的母体 它是大n个母体 抽出了一组小n 则样本平均数叫做什么 x bar 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 x bar的期望值 就是我们的母体 这个是母体平均数 我们习惯的话呢 就是表达的是什么 mu x bar是等于mu 这个是我们的习惯的写法了 这个地方是取代它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个很重要 这是变异数 x bar 搭的变异数 就是样本的这个抽样分配的变异数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跟是原来平均数 如何 缩小 它会缩的比较小 小几倍 小n倍 那么我们在计算的过程之中 比较不用变异数 我们习惯用的是标准差 所以sigma x bar 怎么写呢 n分之sigma平方 它会缩n倍 那我们sigma的话呢 就是在做常态分配里面 我们可以用x-mu 除以sigma 那么注意的是超样分配 还要再除以一个n 那么我们现在做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了解 为什么要除以n 那么我们简单的说了 现在我们来做个游戏 假设袋子里面有三个球 一二三 拿到一号给一块 拿到二号给两块 拿到三号给三块钱 现在我们是用的是抽一颗 一颗球就好了 那么x代表所获得的钱 这是一个随机变数 试球 期望值 变异数 那么这个题目非常的容易 怎么说呢 x有哪些可能值 一二三 那么抽到一块钱的几率呢 几率都一样 都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只有三个可以选择 没错 所以我们的期望值怎么算 我们的期望值就是 x乘以它相对的几率 然后做一个总和就对了 一乘三分之一 加二乘三分之一 加上三乘三分之一 算出来是期望值多少钱 两块钱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算的是什么 变异数 变异数 我们的计算方法 其实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那么我们做起来也并不麻烦 我们就把x平方算出来 123就变成了149 几率不变 所以平方的期望值 计算一下 1乘三分之一 4乘三分之一 9乘三分之一 乘下去之后 我们算出来结果是多少呢 三分之14 那么变异数多少 变异数是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各位同学 三分之二 来我们的话呢 把它记住哦 记住了 三分之二 然后我们也说明了一下 它的几率分配是怎么样 是一个均等的分配 各位同学也要记住啊 123 那么都是平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等一下我们再换一个游戏 但是我们再提醒同学 它的变异数是三分之二 下一个题目是这样的啊 这个玩法就不太一样了 现在要让各位同学的话呢 是取后再放回 这样子会比较好算啊 那么我们问各位同学 看一下 再看一看 再丢回去 再摸一次 然后呢 如果你抽到了一号一号 那么我们就做一个平均 各位同学 平均就是什么 X bar 表示所获得的钱数 请问一下 我们抽两个样本数是几个 N等于2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果 如果我们抽第一次抽到一号 第二次抽到一号 所以我们应该得到几块钱呢 一加一除以二 一块钱 也有可能是一二 那么就是一块半 一三呢 两块 第一次抽到两二 第二个抽到一 那就是一块半 二二有可能 那我们依照这样的结果 各位同学看 有几种情况 有九种状况 那么我们所获得的钱 是在哪里 在这边 来我们整理一下 X bar有哪些可能 一块 一块半 两块 两块半 三块 那么我们相对应的几率 一有几个 我们变小了 刚才是有三种状况 对不对 还记得吗 三种状况 现在有一二三四五 变成五种状况 那它的几率 各有不同了 一的几率是九分之一 九个里面的一个 1.5呢 两个 那么 两块钱的有几个 三个 两块半呢 两个 三块钱的呢 只有一个 所以 它按照这样的几率分配来算 来我们算一下它的期望值 期望值就是 X bar 乘上它所对应的几率 来乘下去 九分之一 1.5乘二是三 2乘三是等于六 2.5乘二是五 三一得三 乘下去 我发现上面是十八 有没有发现 跟刚刚的答案一样 它的期望值 X bar的期望值 没变 也就是说 平均 两块钱 两块钱 那么现在 我们要注意的是 它的变异数 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来我们平方一下 1的平方就是1 1.5的平方是2.25 2的平方是4 2.5的平方是6.25 3的平方是9 那么我们把它的相对的几率 也算出来 来我们把平方的期望值 请计算一下 这个计算也不会很麻烦了 但是的话要有耐心 我们才能够了解 2.25乘二 那是四块半 4三十二 6.25乘二是12.5 这是191的九 我们算出来是九分之 上面加起来是39 也就是三分之十三 这叫做平方的期望值 我们要算的是 变异数就变成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这里是三分之十三 扣掉四 所以是三分之一 来注意 这里是三分之一 刚才我们要同学记下来的 刚才那个玩法是多少 三分之二 我们如何呢 他会缩 缩了多少倍 缩了两倍 为什么缩两倍 因为我们是两个平均的 今天情况的话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它的几率分配 画一下 我们发现原来是均等分配 只有三段 现在我们变成几段了 我们变成了五段 而且是这样的形态 那么我们再来想 假设我们今天 玩法又改变了 如果拿的是三颗球 当然也是取后 看一看就放回去 再重新抽了 这样的结果 我们会发现怎么样 拿到一块钱的话 是不是要三个 三个一才会出现 我们就会发现 这里的话 变得比较细 但是它会倾向于 靠中间比较大了 那么 它的变异数会怎么样的 会再缩 缩几倍 如果说N是三 变异数就缩三倍 所以各位同学要了解了 这个是样本平均数的 变异数 它的抽样分配 是原来的 要除以N倍 那么会缩 这个地方是要 真正的了解 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 样本平均数的 抽样分配的一个状况 那么 样本平均数的抽样分配 它的标准差 我们习惯叫做标准物 各位同学记得 标准物的话呢 是会比原来的 Sigma 要除一个根号N 这个数字 它会缩 它会缩得比较小 这就是所谓的标准物 那么 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 不论是各位同学在做 信赖区间的问题啦 或者是做估计的问题 或者是在做假设检定的时候 我们在大样本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 X Bar是怎么样 它会倾向于 Normal 那么它的 这个地方 这叫做 它的标准差的平方 那么 小样本呢 Sigma 已知 情况是一样的 它这个地方 我们习惯的话呢 都把它写成平方了啊 当然 有有的课本 它就直接把标准差写上去 那么我们的话呢 有的是写变异数 不过我们都要知道 那再过来 如果小样本 Sigma 未知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觉得最麻烦的状况 我们用T修正 那么 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见到的 抽样分配的一些 常用的一些规则